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学生作业又把家长考倒了 最近有家长在网路上发文表示 发现中音符号的O 在教育部的笔顺网 跟学校课本上教法写法 怎么会不同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这个C加上 7加上C 另外一个是N加上C 好来看看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中间应该是要写成平的 还是要写成像这样 写写的呢 让家长非常的困扰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国文老师 来帮大家解答 还记得注音符号怎么写吗 近期有家长在网路上发文询问 注音符号的O 正确写法到底是 左边的7加上C 还是右边的N加上C 因为他发现教育部网页 和课本上的写法不同 觉得好困扰 普遍民众都写N加上C 提文曝光后 网友也留言表示 我家小三的学生说 右边才是对 还有人说手机打出来的 也是右边版本 更有人说自己的儿子 因为这个O定证了32次 到底哪个才对 7才是对的 如果小1的话 老师会注重到这一块 那以上的话 只要你不要写错 概念对就可以了 追音标准是一开始练 非常的辛苦 可是一旦你会了之后 你后面的发音是一帆风顺 难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啦 但是我觉得让他知道说 其实这个O是这个样子 没有问题的 只是之后 大家看得懂就好 改到后面就乱七八糟 答案公布民众也好惊讶 事实上除了O 日的笔顺也让家长好苦恼 因为有一种是四话的版本 另一种则是先写一个大写的L 再写一个反过来的L 中间再补上一点 老师也解惑 这两种都没错 有两种都可以 符号简单 对小肌肉才好 我反而比较care 中间这个点不要点错 虽然两种写法都可以 但这过程不免还是让家长 一个头两个大 记得台北综合报导